这个以蓝色为主 然后当然里面一定要勾点绿进去 好 现在这个色阶比刚才显然的深了一个色阶 现在我们来开始 把这个 它还有一个问题 它这个花的杆呢 这个枝呢 它是浅的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 就通过这个深的背景 来把这个枝给它流出来 因为我们不用白颜色去花 好 还有这些叶子 要想让这个叶子能够被称出来 那得有个深色背景才行 所以我们比方说这片叶子 那我们就在旁边给它加深 这片叶子就称出来了 它跟旁边这片叶子 来给它一个 这个深色背景 这一片跟这一片 它就这个分开了 好 它的下面基本上都融在一起的 咱们先不管它 先把上面先搞明白 把这里 先分一下 把这个深色塞进去 好 现在这个纯度是非常高的 那现在我们要深蓝 先放到这儿 再加点绿色 然后再勾一少量的这个红 红一定要少 不然这个就成了红色了 我们仍然保持它是蓝绿的感觉 只是说纯度要降一下 好 在这个位置 是它最深的位置了 我们从这个最深的位置 向边边来给它展开 好 现在要换一下这个小笔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这个细节 它才能推得进去 不然的话大家全堵在前面的 好 现在换成一个比较小的这个肩笔了 好 先打湿水先 然后堆的手稍微刮一下 这个细节从哪开始呢 来 咱们从最上面开始 用这个蓝色 先作为主要颜色 在里面加点绿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花 它的轮廓 给它稍微精确一下 所以要把这个花称出来的话 它的这个背景 必须得伸过它才行 好 现在我们伸过它的同时 也不要让它在这里形成一个正好 围着花 给描个边的感觉 所以我们周边就直接给它推开 往上推的时候 又存在一个问题 会一推就推得特整齐 所以采用滚动的方式 直接把这个笔放在这个上面 直接把这个笔滚动 因为滚动的时候 这个笔是不受控制的 它这个会产生比较随机的效果 好 滚动完了 颜色也没了 同时 重新开始 好 仍然以蓝色为主要颜色 在里面勾一点绿过来 这个位置不要勾红色 让它这个地方 如果你放了红色上去的话 它的纯度就会很低 好 现在已经是蓝绿色了 尤其它很深 那么很深的话呢 它也不会说是很艳的那种感觉 好 我们贴着这个花的边界 有的地方给它放进去 这样的话 这个花的轮廓就被背景给挤出来了 好 被这个背景呢 就把这个花的形状给挤出来了 好 那花已经有了 那周边就滚动了 就 好 好 甚至于呢 这个笔在上面转都没问题 好 现在我们在之前的基础之上 开始把背景再处理一下了 又还是用蓝色做装备